这么神奇的景象 你绝对没有见过 小冬冬越过暖冬交界线 瞬间变成了小白兔 而这只兔子 是第一次参加冬眠 看着还冷的冬森林 还被吓得瑟瑟发抖 在暖仙子的安抚下 小兔子的呼吸勇气 直接冲了过去 可他并没有越过界线 而是调皮带把耳朵伸了过去 然后纵身一跃 跳进了冬森林 小叮当见状 一对冬森林充满了好奇 他趁着同伴不注意 偷偷跳进了冬森林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寒冷 看着漫天的雪花 小叮当高兴坏了 就在这时 小叮当的翅膀 突然迸发出彩色的光芒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就被拽回了暖森林 幸好同伴发现了及时 要是再晚一点 小叮当的翅膀 就会被冰雪冻坏 随后 小叮当把翅膀发光的事情 告诉给了姐妹妹 可是大家却以为 这只是冰雪光线的反射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来到了图书馆 找到了羽翼书 想要在里面 找到翅膀发光的原因 可在翻阅书籍时 小叮当却发现 有关翅膀发光的文章 已经被输出很坏了 而这本书的作者 是冬森林里的老树仙 如今再想知道答案 只能前往冬森林 寻找这位老树仙 无暖之下 小叮当准备 再去一趟冬森林 为了抵御寒冷 他自制了一套御寒装备 还拿出了两个小棉球 放在了棉鞋上 一切准备就去后 小叮当悄悄爬进了 准备运往冬森林的竹框里 可他怎么都想不到 运出这个框的毛头鹰 居然是个实习生 一路上跌跌撞撞 还差点发生了意外 眼看就要平安落地 结果毛头鹰一不注意 竹框直接掉了下去 随后 小叮当悄悄离开这里 来到了冬森林的图书馆 在里面他意外发现 有一名冬仙子的翅膀 也在亮着彩色的光芒 两位仙子飞到空中 好奇地打亮着对方 看着眼前的景象 老树鞋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为了搞清楚原因 老树鞋崛起拐杖 敲向了冰面 紧接着 一片巨大的雪花 带着两个仙子 伸向了空中 两人展开了翅膀 轻轻触碰到一起 在一阵强光过后 空中出现了 两人小时候的画面 原来 他们俩是双母胎姐妹 在他们变成仙子之前 还只是两个蒙鹰的种子 由于一场意外 两姐妹被迫分离 从此两姐妹互不相识 而两人有着一样的翅膀 当他们互相靠近时 翅膀就会有所感应 亮出彩色的光芒 得知事情云尾后 雪儿高兴坏了 她开心地带着姐姐 在冻森林里玩耍 两人玩得十分高兴 和快乐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是因为暖鞋子的小叮当 并不能长久地待在这里 只要暂时告别了雪儿 小叮当许诺妹妹 一定会想办法 让她来到暖森林里游玩 小叮当找到伙伴妹 她想要制造出一辆造雪机 想要接触这个机器 满足妹妹来暖森林的梦想 经过大家的努力 很快造雪机就完成了 她们把冰块放在机器上 随着机器的运转 一片片雪花飘了出来 在同伴的鼓励下 雪儿越过了暖冬交界线 看着从未见过的景色 雪儿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为了迎接雪儿的到来 众人特意给她 准备了一些惊喜 在小叮当试一下 雪盐子拉起了一道水柱 几条小鱼悬浮在空中 光颜子飞行而来 制造出了绚丽的彩虹 花颜子锁够之处 瞬间花朵全部绽放开来 动物仙子招来蝴蝶 为了雪儿翩翩起舞 花颜子递给雪儿一朵鲜花 雪儿利用法术 把鲜花冰封了起来 就在这时 雪儿感到浑身乏力 直接摔落在地上 而她的羽翼 也变得软弱无力 原来造有机量的冰块 已经所剩不多 难以造出大量的雪花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她们只好把雪儿 送进了东森林 在接触到寒气后 雪儿依旧软弱无力 翅膀也无法飞行 危机时刻 东国王发现了她们 在她的引导下 雪儿的翅膀终于恢复如初 国王告诉雪儿 翅膀就是仙子的生命 一旦翅膀受损 就会威胁到自身的生命 随后国王命令雪儿 不允许再次进入暖森林 可是小叮当非常不服气 想要跟国王争论一番 就在这时 暖森林的女王也赶到了这里 她告诉小叮当 这个规则是她定的 听到女王这么说 小叮当只好妥协 美好的相聚总是短淡的 姐妹俩只好再次离别 在临走前 国王骑着猫头鹰 将造小鸡踢进了冰河里 可国王怎么都想不到 就是这个无心之举 导致一场灾难 即将悄然降临 毫不知情的国王 正在跟雪儿讲了一个故事 而另一边的暖森林女王 也在给小叮当 讲述着同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 有一位暖仙子 和一位东仙子相爱了 她被漠视危险 穿越了寒冬交界线 可好景不长 冬仙子的翅膀破碎了 此生再无治愈的可能 为了保护双方仙子 女王下达了一条命令 任何仙子不得跨过边界 就在这时 即便雪花突然出现 引起了女王的注意 当她们来到暖冬交界线时 却发现冰河中的造雪鸡 正在大量制造寒气 即便把造雪鸡投下河流 但也已经为时已晚 此时一股强烈的寒流 正在细绢整个暖森林 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 整个仙城谷都将被冻结 以下当务之急 就是在冰封之前 把仙城树保护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博取一线生机 反之 那世间再无仙子精灵 为了保护仙城树 小天当不顾生命危险 再次来到了冬森林 她找到了妹妹雪儿 拿出了之前被冰封过的花朵 随后 众人活动前往暖森林 在正当女王的同意后 冬仙子们释连出了双结树 准备把仙城树保护起来 但这个树实在太大了 但边几个冬仙子 更没无法在寒流抵达前 把仙城树保护起来 就在众人树手无测时 杜森林的国王 带领着所有冬仙子 即使赶到了这里 他们给寒流开启了竞速模式 冬仙子所够之处 事先植物变成了白雪 经过大家的努力 终于在冰封之前 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这时 国王来到女王面前 把自己的衣服 披在了女王身上 然后又让所有的暖仙子 走到了树洞中 而她自己 则带领着冬仙子 在外面守护着仙城树 此时的寒流 已经彻底冰封了暖森林 经过一夜的等待 一缕阳光照入了树洞中 暖仙子没纷纷走漏出来 在阳光的照射下 他们也开始慢慢融化 而仙城树 也开始释放出仙城 看到这般景象 所有人都开心的笑了 但只有小丁当一人 在她领妹妹不乐 当小丁当涂鸦外套时 众人这才发现 她的翅膀已经破碎 原来 在小丁当去冬森林寻求帮助时 不小心把翅膀冻坏了 看到姐姐受伤 鼠而难过的抱住了她 随着温度的提升 冬仙子必须要返回冬森林了 在临别前 姐妹俩把翅膀触碰到了一起 下一秒 小丁当的翅膀 居然奇迹般修复了一部分 姐妹俩再次把翅膀合在一起 随着要有的光芒闪过 小丁当的翅膀 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 在危机结束后 边界的规则也被取消了 而此时的国王和女王 也高调地宣布了恋情 原来 那个为爱毁掉翅膀的男人 真是冬森林的国王 女孩正在跟踪一只怪兽 拥有强迫症的她 想要拔掉怪兽脚底的刺 可刚一碰到那根刺 怪兽就醒了过来 她怒冲冲地看着女孩 仿佛要一口把她吃掉 怪兽一声怒吼 直接把宝儿赶出了洞穴 宝儿原本想直接离开 但那根刺 仿佛扎在了她的心里 如果不拔掉 肯定会失眠 于是 她静静地待在洞口 等待怪兽出门 不知过了多久 怪兽探出脑袋 警惕地看着四周 确定安全后 才一拳一拐地走了出来 宝儿偷偷跟着怪兽 一路来到了森林 结果却发现 怪兽喜欢授集矿石 还把矿石全部放在一起 但行动不变了她 遇到较大的石头 只能眼眶眶地看着 宝儿见状 打探头起所好 用矿石吸引怪兽的注意 宝儿用藤蔓 捆住一颗矿石 疼痛 捉住石头掉了下来 虽然没有扎到宝儿 但她的脚 却被藤蔓死死地缠住 怪兽没有吃掉宝儿 她只对石头感兴趣 看了一眼脚掌 然后用石头舔了舔 发现脚居然不疼了 她撇了一眼宝儿 然后继续寻找矿石 怪兽咬了一口野草 然后图摸在石头上 把他们牢牢粘在一起 这奇怪的举动 勾起了宝儿的好奇心 她想搞清楚 这是怪兽到底在做什么 于是便听到 她身边 为了让怪兽接纳自己 宝儿用她的毛发 做了件连衣裙 可怪兽根本不搭理她 宝儿想要讨好怪兽 可她依旧不领情 拒绝了宝儿的帮助 黄昏时刻 宝儿实验了仙尘 引起了怪兽的注意 她碰了一下宝儿 结果金色仙尘瞬间散开 怪兽像个孩子一样 开心地看着仙尘 宝儿用金粉 帮怪兽一起堆石头 这一次怪兽没有拒绝她 宝儿终于被怪兽接纳 你看夜幕降临 宝儿在帐篷里睡了过去 而让这怪兽 还在不停地堆石头 第二天 怪兽叫醒了宝儿 还给她展示了 自己的杰作 宝儿好奇地飞上塔尖 还没等她看清 就被怪兽用尾巴卷起 放在了头上 怪兽带着宝儿 去寻找下一片空地 她踩着踩尖石的土地 决定在这里 建造同样的石塔 为了帮助怪兽 宝儿把金飞撒在石头上 下一秒 石头竟然神奇地飘了起来 怪兽好奇地看着石头 提升了效率 还变得很有趣 在宝儿的帮助下 怪兽还解锁了 更多堆石头的姿势 比如这样 还有这样 就在他们玩得很高兴时 怪兽突然用力过猛 石头飞了出去 掉进了葵花园里 差点达到田里的精灵 事情引起了护卫队的注意 他们把目标 锁定在了怪物身上 一群小精灵 正在追杀一只怪兽 因为它体型庞大 精灵害怕它会带来灾难 所以决定消灭这只怪兽 看到精灵没扔出吹雷弹 宝儿赶紧调转方向 带着怪兽躲开攻击 可是精灵队长 依旧在后面紧追不死 最终 它在一处悬崖边 跟丢了怪兽 为了弄清怪兽的身份 队长来到大案馆 查到了怪兽的信息 通过残缺的图片 队长认定 这是一只不祥的怪兽 另一边 宝儿带着怪兽躲了起来 为了安置好怪兽 宝儿把它托付给了闺蜜 希望能帮忙照顾一下怪兽 因为它准备告诉女王 这是一只善良的怪兽 宝儿来到女王办公室 正好碰到了精灵队长 向女王汇报情况 因为怪兽的出现 精灵山谷将会面临一场灾难 天空会出现绿色的云 还会出现雷电 毁灭整个山谷 为了保卫家园 女王命令他们 一定要抓住怪兽 可宝儿根本不信 他觉得善良的怪兽 不会做出这种事 于是他决定送怪兽回家 正当宝儿 在怪兽鼻尖熟睡时 突然天边出现了绿色的云 怪兽的眼睛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 当宝儿醒来时 怪兽已经不见了身影 于是 他脸和闺蜜一起 在山谷里寻找怪兽 闺蜜在东京森林 找到了怪兽 结果却被怪兽一尾巴 甩了出去 而这一幕 正好被宝儿看到 就在这时 天空皮压一道闪电 怪兽头上 居然长出了一对犄角 一阵白光闪过 怪兽消失不见 宝儿开始怀疑 难道怪兽 真的是邪恶的化身吗 宝儿在森林里 找到了怪兽 他通过气味 也认出了宝儿 突然 天空出现一张巨网 无数的精灵冲了出来 他们困住了怪兽 并用催泪弹 可以给他砸向怪兽 他无助地看向宝儿 拼命地朝他走去 他的视线开始渐渐模糊 最终倒在了地上 看着怪兽被精灵带走 宝儿流下了眼泪 另一边 被打晕的闺蜜醒了过来 他告诉宝儿 大家都错怪了怪兽 原来 当时一道闪电 劈坏了大树 如今时刻 是怪兽把他推开 只得让他躲过一劫 宝儿这时才知道 是自己错怪了他 于是 他们赶紧去找怪兽 女孩们砸下金粉 帮怪兽解开了绳索 可就在这时 又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怪兽推开宝儿 自己接下了闪电 紧接着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全身散发出蓝光 他是精灵山谷的守护神 却被无知的精灵 当成了邪恶的怪兽 还弄下了他的眼睛 他尝试着飞向天空 吸引云层的雷电 在双目视频的他 更没看不清方向 只能焦急的 在原地跺脚 宝儿看出了他的焦虑 于是 他决定为怪兽引路 用翅膀散发的光芒 带领着怪兽 穿过闪电连接的巨塔 在宝儿的带领下 怪兽成功接下了三道闪电 可就在最后一道闪电时 巨塔突然被撞断 丢落的石头 砸到了怪兽身上 狠狠地摔了下去 而撞坏巨塔的 正是精灵队长 就在这时 天空再次变成绿色 云朵发射出闪电 正在摧毁精灵山谷 突然 一道闪电劈向队长 危机时刻 怪兽挡住了致密机 随后再次摔倒在了地上 队长终于意识到 是自己错怪了怪兽 此时 天空还在不断闪着雷电 怪兽想修好巨塔 但已经来不及了 宝儿看着天空 决定跟怪兽一起 飞向云层的中心 他们往云层飞去 怪兽接触了一个又一个闪电 正当他们快到中心时 又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怪兽及时拉开宝儿 自己顶着雷电 来到了云层中心 就在这时 一阵白光出现 照亮了整座山谷 当乌云散去 金灵山谷再次恢复了 往日的平静 精灵们抬头望向天空 想寻找怪兽的身影 结果却看见 怪兽和宝儿 从高空快速坠落 于是全体出动 稳稳地接触了他们 此时 怪兽的肌脚已经断裂 他的翅膀 也化成了灰烬 而宝儿 已经没有了呼吸 怪兽跑到宝儿面前 发出了悲伤的哀嚎 突然 怪兽的毛发 碰到了宝儿 静电穿过他的身体 宝儿竟然有了呼吸 在宝儿和怪兽的合作下 他们阻止了灾难的发生 精灵们也接纳了怪兽 还一起重建山谷 可欢乐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怪兽完成了任务 又要陷入沉睡 于是 精灵们陪着怪兽 把他送回了家 他们准备了软软的枕头 还有永不枯竭的水源 担心怪兽怕黑 还为他点上了一盏灯 怪兽喝了一口水 然后心满意足的 躺在了床上 宝儿难过的 与怪兽做着告别 因为这一别 可能就是一辈子 下次怪兽醒来 就是一千年以后了 男孩只是触碰一下 眼前的绿色植物 就导致整个冰洞 瞬间山崩地裂 男孩也不幸跌落身渊 父亲克雷德见状 连忙成成绳索 然后纵身一跃 救下了儿子 经历刚刚一世 男孩杰克发现 在绿色植物的体内 竟流淌着一种奇妙的能量 于是决定留在这里 发觉这些绿色植物 而队员们也纷纷出面 表示支持 和父亲去与他背道而驰 因为在边山的另一边 有他一生最大的探险梦 从此以后 父子俩不慌而散 整整25年没有见面 而这25年来 杰克利用那些奇妙的电果 发明了各种电力设备 天上的飞艇 地上的汽车 只要安装电果 就会获得原源不断的动力 村民被深属为杰克 立了一座雕像 称他为电果之父 除此之外 杰克该娶了宝儿为妻 并生下了一个叫伊斯林的男孩 一家三口都生活 可以说是非常幸福 但杰克并不喜欢人们 叫自己克莱德先生 因为这是他 从不愿提及的过往 直到这天晚上 家中突然发生了地震 一家三口连忙跑出梅外 竟然看到了一艘 从未见过的巨大飞船 这时 飞船上走下来一个女人 他当着父亲之前的探险队员 小美 他拿出一些被感染的电果 并且告诉杰克 如果不尽快找到感染源 不出一个月 所有电果都会失去活力 就连杰克家的农场 也无法避免 为了孙子 杰克再次穿上了 当年的探险装备 并找到了父亲 曾交给自己的指南针 在飞船上 小美让众人展示了 电果的楼山针面目 而导致电果感染的主要原因 很可能是果实出现了问题 在三周之前 因此他们必须要尽快找到果实 才能从根部铲除这一切 锦人整容待发 很快又来到了地下世界 可就在这时 妻子竟然出现在飞船上方 儿子和狗狗也被队员逮个正着 杰克非常生气 可还没来得及指责 一群红豆的皮翼鸟 突然袭击了飞船 一群人瞬间跌落到 一个梦幻般的奇异世界 可杰克和狗狗 却不幸与妻子走散 他刚想要去寻找妻子 竟命一个蓝领灵拦住了去路 对方就来了一只怪物 伸出无数的触手去攻击杰克 危机关头 一个老人突然出现 帮助他们赶走了怪物 到老人摘下帽子后 杰克又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由于25年未见 父亲不敢与杰克相认 直到看到了指南针 负责二人终于相认 而父亲也让杰克讲起了 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在25年前 父亲在前往身上的途中 地面突然坍塌 父亲也因此被困在地下世界 整整25年 这时 父亲突然在地上 发现了一张名牌 杰克一眼认出 这正是自己儿子的 于是 25年未合作的父子俩 再次他上了探险之路 就在刚刚 小美一行人 在修理飞船的时候 突然发现伊森不见了 小美知道 他一定是去寻找杰克了 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把飞船修好 这样才能即刻行动 而伊森在山洞中 遇到了奇怪生物 正是袭击杰克的蓝精灵 看到对方没有恶意 于是神中手以致歉意 可是下一秒 随后 蓝精灵拿出一张手帕 伊森立马认出 这是父亲的东西 于是就让蓝精灵 带自己去寻找父亲 而蓝精灵也感觉到 伊森发的内心的真诚 便带他找到了触角怪物 和对方根本不搭理他 蓝精灵失落地回到地面 却看到伊森正在收集电果 情急之下 蓝精灵意外碰到了电果 看着蓝精灵被垫上的触角 伊森小心翼翼地 为他包扎伤口 可却在这时 自受突然涌来许多怪物 蓝精灵想要阻止 和对方执意要吃掉一身 未经时刻 杰克福德里亚及时赶到 没过多久 格莱特手中的配火枪 彻底弹尽凉绝 就在他人走投无路时 小美和妻子突然赶到 将他们接到了飞艇上 和即便如此 却仍然甩不开那群怪物 关键时刻 将电果全部扔向怪物 下一秒 怪物停止了他们的袭击 危机解除后 父亲还想继续前往大山深处 福德里亚因此 再次产生了冲突 小美见状 直接出了一个主意 先去找果实 再去探险 福德里亚再来消停下来 很快 他们就又顺着电果的跟径 来到了腐蚀之海 据络在奇异世界的一切生物 都难以跨过这片海 但只要成功跨过 就可以找到电果果实 一群人绞尽脑汁 都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而蓝精灵 只能和海里的生物 打了成招呼 对方就立刻来到飞船底部 带着他们成功跨过腐蚀之海 和飞船刚停下来 就突然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杰哥见状 直接搬来一箱电果 在父亲的指导下 很快又进退了那群怪物 然而没过多久 怪物再次袭来 可他们并没有攻击飞船 而是向着果实快速飞去 并用身体 不停地撞击周围的屏障 杰哥认为 这群怪物是在伤害果实 并连忙将电果研磨成粉末 然后装进枪里 紧接着扣筒扳机 仅仅只是一枪 就击落了输出之笔翼一鸟 一行制作电果弹药的时候 蓝精灵突然来到伊森面前 可伊森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此时 杰哥突然叫住我儿子 想让他以自己的方式 执行这次任务 和伊森直向上爷爷那样 做一个探险家 杰哥见状 急忙开着飞艇跟了上去 他这才终于明白 原来是自己太自私了 他刚想向儿子道歉 可伊森此刻好像发现了什么 两人终于明白 原来他们一直生活在 这只巨大乌龟的背部 而这也是父亲向往的大山深处 果实是他的心脏 伏射之海是他的胃 有风的森林是他的肺 而电果 则是入侵在他体内的病毒奥密克戎 没有那群怪物 是他体内的免疫系统 两人见状提忙返回飞船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人 但小美却认为 杰哥在胡说八道 这些家他们全部关键了小黑屋 只有父亲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刻坐上飞船 去往那个梦梦以求的地方 可快到出口时 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 拦住了去路 而那块指南针 也从暴力表现掉落下来 而杰哥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 一家三口也在南京六的帮助下 很快逃出了小黑屋 紧接着 妻子抢回了飞船的控制群 带着小美建设到了电果的真面目 一身以身试险 其因免疫系统来到父亲身边 而杰哥在那张铁锯 向电果屏障走去 最后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突然在迷雾中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父子俩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终于打破了屏障 而免疫系统 也在这一刻趁虚而入 核糖病毒 奥密克戎被全部铲除后 似乎是一片寂静 颜色三人对时心灰意冷 可觉得这时 一切恢复生机后 众人告别了蓝精灵 离开了巨型乌龟的身体 只是在这之前 杰哥为了完成 父亲一辈子的心愿 他再次来到了巨龟眼前 在自然面前 人类显得如此渺小 所以请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你绝对想不到 在遥远的珠宝拉瓦峰上 竟住着一群神奇的雪人 他们拥有同音价物 控制大自然的神力 和一家黑心的制药公司 却把他们当成了怪物 甚至还像一只 不会使用神力的小雪人 残忍地抓进了实验室 面对人类的追捕 雪人在情急之下 就召喚出一道闪电 舱空气头的人类 逃离了这里 而制药公司 居然派出了一架直升机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寻找雪人 这天晚上 宝儿来到天台 准备练习小提琴 就被路过的直升机 吹倒在了地上 他刚想捡起小提琴 却看到黑暗中 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宝儿侠着连忙躲到一旁 但又不想弄丢自己的琴 于是使用琴弓 就要将其捡回 结果却发出了声响 雪人气势惊庸地走向宝儿 可就在这时 直升机再次出现 雪人见状连忙躲了起来 此时的宝儿 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便帮助雪人躲藏 在直升机走后 宝儿偷偷看了一眼雪人 居然他已经睡着了 虽然宝儿有些害怕 但善良的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在天台守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 却在雪人身上 看到了严重的伤口 于是 他拿出全部积蓄 来到药店为雪人买药 他拿走了家里的一大盘包子 可当宝儿回到天台时 却要让雪人已经醒来 他对外界充满了防媚 直到宝儿说明来以后 雪人正在放松了警惕 在伤口拨拉好后 雪人会睡了过去 当天雪人再遇到危险 宝儿立刻动身 将天台重新装饰了一番 当夜晚来临时 他为雪人拉奖了一首小提琴曲 雪人吃了地方压了防媚 也跟着唱起了歌谣 当歌成夹蓝而止 宝儿却发现 雪人一直盯着对面的广告牌 经过一番交流 宝儿终于知道 原来珠峰就是雪人的家乡 于是宝儿为雪人取名为大毛 并下定决心送他回家 结果带着小胖来到天台 竟意外撞到了 正在和宝儿玩场的大毛 而受伤的大毛 也突然发生一声怒吼 是不是这声怒吼 恰而被这样公司的眼镜姐听到 他们立刻派出直升机 对大毛进行抓捕 宝儿见状 立刻让大毛离开这里 宝儿的照片和小提琴 不幸被汽流吹翻在地 捡起掉了东西后 大毛带着宝儿逃离了这里 他们在房顶上来回穿梭 直升机也在后面紧追不死 无敌关头 脚要建筑突然亮起 四眼的灯光秀 闪退了直升机 趁着机会 他们摆脱了追捕 宝儿带着大毛来到码头 希望他能够独自返回出风 看着大毛笨手笨脚的样子 害怕他再次遭遇危险 于是他跳上货船 决定亲自送大毛回家 而感染的杰克和小胖 也跟着一起跳上了货船 如此奇妙的一幕 你绝对没有见过 流露人间的雪人 随着他吟唱的歌谣 长出了数不清的蓝梅 就在这时 蓝梅越变越大 看见这盘恐怖的景象 紧人吓得慌忙逃走 此时的蓝梅 如同一颗巨型炸弹 向着几人陆续袭来 终于 他们摆脱了蓝梅大军 但此时天色已晚 他们准备就地休息 明天一早再出发 到了第二天 几人来到了黄山 看到这般奇景 众人被惊艳到了 可就在这时 无人机发现了他们 老板直接命令手下 对大猫进行抓捕 不及时刻 大猫再次吟唱 下一秒 宝儿手中的蒲公英 就瞬间放大了数百倍 并带着他 漂浮在了空中 众人见状紧随其后 只有杰哥 落到了坏人的手里 眼睛姐告诉他 雪人是自己的研究对象 目的就是为了造福人类 另一边 宝儿等人随着蒲公英 来到一处黄沙隔壁 看着广袤的荒漠 众人只能凭借感觉 寻找出去的路 可是到了晚上 他们依然没有走出这个地方 而此时的宝儿 也开始不停质问自己 到底有没有信心 送大猫回家 可当他看到河里的锦里 在拼命的逆流而上时 便再次重拾信心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放弃 另一边 杰哥意外听到了 眼睛姐和保安队长的对话 他们想要将雪人 卖给国外的研发团队 并彻底出了宝儿三人 他赶忙骑让摩托 可是下一秒 无奈之下 杰哥只能打开手电筒 勇敢跑进了黑森林 为了走出这片森林 杰哥用一部手机 与此同时 宝儿几人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走出了荒漠 为了保护大猫 宝儿将他打扮成奶牛 可没等几人离开小镇 眼睛姐突然带人赶到 他们一眼又认出了大猫 并对其进行抓捕 接着几人走投无路时 杰哥突然出现 他连忙启动引擎 带着好友离开了这里 和维基并没有解除 只见敌人按下按钮 卡车瞬间变成了游艇 危机关头 大猫再次使用魔法 加快了小船的速度 结果一不了心 直接冲进了一片油菜花田 当他们站起身时 宝儿却发现 自己心愿的小提琴 居然被摔坏了 他伤心地跑进树林 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走出了小树林 当他看到大猫时 瞬间惊呆了 因为自己的小提琴 竟然被大猫给修好了 四根雪白的青鞋 这是大白的毛发 比新的更好 当他们收拾照片时 突然发现 这一路索到之处 这是宝儿梦梦以求的旅行地 一行人到达了 最后一个旅游景点 当宝儿父亲立起 爬上了乐山大佛时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大猫见状 直接按小提琴递给了他 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宝儿再次拉响了小提琴 而此次的天空 也突然下起了雨 而宝儿的脚下 也随着雨滴掉落 盛开了一朵朵白花 在这一刻 方黄是父亲回应了他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 送大猫回家的决心 不久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珠峰脚下 现在只需要跨过面前这座桥 大猫就能回到家人的怀抱 可就在这时 眼睛姐再次出现 读住了他们的去路 大猫见状 直接发到了求家的最高处 见识到雪人的力量后 老板突然想起 自己年轻时 遇到雪人的场景 原来雪人 才是主宰自然的神明 而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人类 于是他命令手下 立刻停止行动 可眼睛姐和队长 已经被着老板联系了买家 于是他被扣动扳机 将老板击晕在地 并对着大猫发起了攻击 就这样 大猫被关进了铁笼 看到眼睛姐要伤害大猫 宝儿急忙上前阻止 却被眼睛姐 吹下了山崖 宝儿即使招住绳索 这才矫情捡回一条小命 随后 他努力爬上了大桥 立刻来想了小提琴 面对眼前的敌人 大猫丝毫不惧 随着他一声怒吼 睡前击退了众人 眼睛姐一气之下 挂上了六档 这被大猫使来 结果下一秒 突然爆发巨大的雪崩 强大的冲击 把卡车冲下了悬崖 据得众人以为 大猫也一同摔落悬崖时 他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这些大猫平安无事 众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老板也为自己之前的行为 称肯地向众人道歉 并并定手下涂下大衣 供几人继续前行 可由于珠峰太过陡峭 可能让大猫成功送回家 大猫见状 再次使用的魔力 召唤出了几朵白云 而这些白云 随即滑走一条锦里 在这宝儿一行人 创众在云海之中 很快 一行人来到了珠峰之上 随着大猫再次吟唱 急着就爱了雪人 从浓口中缓缓走来 在众人相晕过后 大猫也回到了家人的怀抱 一切结束后 宝儿再次回到了家中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拥有魔力的粉色仙尘 不慎撒到了小树苗上 下一秒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知道这场意外的仙子 名叫查理娜 她唯一的爱好 就是研究创造新的仙尘 这天她把三颗葵花籽 轮件了黄色仙尘中 在一番研磨过后 她又加入一颗蓝色仙尘 瞬间黄色仙尘发生了一变 拥有了可以控制光的能力 看到这一幕 查理娜开心坏了 立马找到了小叮当 飞翔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随后 他们俩又根据发明书 研究出了紫色仙尘 这种仙尘能让物体飞行 查理娜叫做月兴奋 她又捡了几片花瓣 提取了里面的精华 最后加入两颗蓝色仙尘 瞬间金色仙尘产生的反应 变成了粉色仙尘 看到这一幕 小叮当感觉有些危险 想要阻止查理娜 可谁知 下一秒 查理娜不小心半岛 一瞬间 小树苗开始迅速生长 蔓延出的藤蔓 占领整个精灵峡谷 就连仙尘储藏室 也被藤蔓给摧毁了 而床下大户的查理娜 也被管理员 当场隔去仙子职务 伤心的查理娜 独自回到了家中 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 十分不舍得离开了峡谷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一年过去了 这天 精灵峡谷聚集了全目精灵 举办了一场四季盛会 可当演出开始时 查理娜就突然出现了 她在舞台边上撒下仙尘 吹发出一朵朵沉睡花苞 看到这一幕 大家还误以为 这是一个表演节目 可当花苞群目绽放时 现场所有的精灵 全都陷入了沉睡 幸好植物仙子反应及时 把姐妹妹推到了花房里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看到众人挥睡后 查理娜来到了仙尘储藏室 脱走了真备的蓝色仙尘 当小叮当几人发现后 查理娜已经逃走了 这可把她们急坏了 因为没了蓝色仙尘 仙尘术就不会生产仙尘 那所有的仙子 都将会失去飞行的能力 为了拿回蓝色仙尘 又为仙子立马追了上去 她们跟着仙尘发出的光亮 一路来到了海边 发现查理娜竟然上了海盗船 此后 仙子妹潜入了海盗船 可让她们没想到的是 查理娜居然是海盗首领 看到这一幕 仙子妹只好改变策略 准备强行夺回蓝色仙尘 于是 她们使出了看家本领 瞬间让牧船疯狂摇摆 胸目仙子也趁着会乱 抢走了蓝色仙尘 见此情景 查理娜立马追了过去 然后逃出一把彩色仙尘 撒向了众人 当仙子妹醒来后 却发现她们的能力 竟然全部都互换了 奇妙仙子的小叮当 现在变成了水仙子 看来我变成动物仙子 为了逃出水连洞 小叮当只能分开瀑布 结果因为不熟悉控水能力 早上大家都被水冲了下去 最后落在了沙滩上 可就在这时 花仙子不小心砸碎了一颗巨蛋 可下一秒 一只大眼睛露了出来 紧接着 一只鳄鱼宝宝破壳而出 她死死定的眼前的仙子 直接张开了血盆大口 啊 宝宝刚出生 会像第一眼看到的当成吗 通过速度仙子的观察 发现了不远处的海盗船 为了尽快抢回蓝色仙城 于是 他们把鱼的蛋壳 做成为一艘小船 在速度仙子的帮助下 小船开始急速前行 就在这时 一个巨浪突然袭来 直接把仙子们 冲进了海盗船的炮筒里 随后 仙子们飞到了船上 躲在暗处偷偷观察 却意外得知了 查理娜偷抖仙城的目的 原来 查理娜抢抖蓝色仙城 是为了知道更多的金色仙城 从而实现海盗船飞天的目的 就在这时 海盗们抵达了库鲁基地 让仙子们感到震惊的是 在库鲁基地里 竟然也有一棵仙城树 在海盗船靠岸后 查理娜独自进入了船舱 而藏在角落里的仙子们 则碰上了一只大老鼠 好在动物仙子拥有沽动的能力 大老鼠这才肯听话离去 就在这时 船员杰哥也进入了船舱 仙子们被养根的进去 但最终只进去了三个 剩下三个则被关在了门外 而房间内的查理娜 也开始对蓝色仙城进行分解 趁此机会 仙子们想要偷偷仙城 但都以失败告终 随后 查理娜走出了房间 准备将仙城倒入树洞中 可就在这时 植物仙子不小心碰到了藤蔓 就这样 仙子们被一网打尽 并向他们也关进了笼子里 随后 查理娜把蓝色仙城 挂在了仙城树上 随着蓝色仙城的落下 大量的金色仙城 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 看了充满魔力的仙城 杰克想要体验飞行的感觉 为了满足她的愿望 查理娜把金色仙城 洒在了杰克的身上 随后就带着她飞着起来 在查理娜的精心指导下 杰克很快掌握了飞行技巧 可让查理娜没想到的是 杰克突然叛面 直接把查理娜抓了起来 仙子 真是太好骗了 原来 杰克才是海盗们的首领 之所以会听同查理娜的命令 就是想利用她 创造出金色仙城 从而实验自己的海盗王梦想 与此同时 被关押的仙子们 发现了前来寻母的鳄鱼宝宝 乖 乖鳄鱼 等妈妈这里 在小鳄鱼的帮助下 仙子能成功逃了出来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种没有手脚的海盗 原来 这是精灵仙子们在假扮海盗 为的就是逃离这个地方 好是你躲过蓝色仙城 可等仙子能成功拿到仙城后 杰克去用查理娜来威胁他们 看到这一幕 小天堂心软了 她把仙城放回了原位 当仙城树恢复运作后 海盗兵便把金色仙城 散满整个海盗船 下一秒 海盗船竟然飞了起来 在杰克登上船后 就把查理娜扔进了海中 仙子们见状 立马冲进了海里 在仙子们的配合下 成功就出了查理娜 而此时的查理娜 终于意识到了错误 真诚地向她们道了歉 于是 其位仙子再次团结 就让了杰克的飞船 准备夺回蓝色仙城 经过仙子的配合 把海盗们耍得团团转 海草将船目定在了半空 杰克健壮 立马抓着绳子割断了海草 随后又利用船帆 把仙子们压在了下方 趁此机会 海盗把他们绑在船帆里 而此时的查理娜 也被刀钉在了船板上 看见海盗向她扑来 查理娜奋力挣脱束缚 紧接着 她解开船帆的绳子 落下的船帆 直接砸中了杰克 随后查理娜控制船舵 直接把海盗船弄翻了 所有海盗都掉进了海里 就在查理娜解救仙子时 杰克竟然利用仙城飞了回来 交给我吧 杰克夺回仙城后 便是图改变船的方向 看到这一幕 查理娜立马冲过去 经过一番打斗 杰克又抢回了仙城 只有一颗掉在了查理娜身前 应该全部给你 一瞬间 杰克身上的仙城开始暴涨 这不巨大的能力 她根本无法控制 趁此机会 水仙子掀起一团海水 让杰克从海水里穿布 没了仙城的力量后 杰克失去了飞行能力 直接掉进了大海里 在夺回蓝色仙城后 仙子力控制着海盗船 飞到了精灵峡谷 并利用彩色仙城 幻想了沉睡的仙子们 随后 小丁当把蓝色仙城 交给了精灵女王 而迷途之反的查理娜 也重新被大家所接纳 故事最后 四季生活如期举行 在几位仙子的配合下 一场精美绝伦的演出 呈现在了精灵峡谷妹 电影到这也就结束了 可她们的故事 并未结束